大量泥沙夾在土石 從山坡上傾瀉而下 山坡上的檳榔樹也倒了一半 橫檔在邊坡上 就連防護鋼軌霜也打不住 整個損壞變形 台鐵積極支線積極斷隧道 十八號施工邊坡大潭坊 在二零二一年因大雨走山 積極斷隧道損毀 還在進行修復工程 但說到梅雨攪渠導致連日大雨 雨水來不及宣洩 積極隧道再次坍塌 讓預計九月底完工的隧道工程 勢必跌在延期 疑似也是受到大雨影響 具有八十多年歷史的內萬派出所 十八號下午屋頂整個掉了下來 木頭兩柱散落在地上 結構疑似被雨水浸濕毀損 屋頂才會突然坍塌 當時附近居民突然聽起轟然巨響 還以為是放衝天炮 查看後才發現派出所的屋頂塌了一塊 鄉長也趕緊通報 縣府文化局來視察 以恢復原貌為目的 舊內萬派出所已經有八十多年歷史 是少數保留完整的日式派出所 2006年登入為歷史建築 老建築經不起大雨 所以坍塌 要恢復原貌恐怕得花上很長一段時間 記者何孟賢章號綜合報導 旺旺水神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台 一直在噴鹽的這個叫做 旺旺水神物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好同時呢 現在中天的觀眾有好看喔 你上快點購買烏花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R588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